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茄子别总是红烧或者是油炸辣 把它直接放入锅中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美食 这种做法比凉拌的有营养 比炒的还好吃 夏天这样来上一盘 超级的下饭 做法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西红柿 用小刀把西红柿皮去掉 这样来去西红柿皮呢 非常的简单,快速 一点也不耽搁时间 皮去掉之后,把它切成片 底部不要切断了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西红柿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跟着准备一把小葱 先把葱白部分切碎 装入盘中 再把葱叶部分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 几头大蒜先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和葱白放在一起 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圆圈 切好和葱白放在一起 然后准备一块瘦肉 然后准备一块瘦肉 把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丁 然后再简单地剁一下 把它剁成肉末 装入盘中 来调个料汁 加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胡椒粉 一勺盐 半勺味精 半勺淀粉 加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 准备三个茄子 放入盆中 用流动水把茄子打湿 茄子的量就根据家里面的人数来准备 再往茄子上面撒一些食盐 均匀地搓一搓 这样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好处 最后冲洗干净就可以 放菜板上 切掉头盒尾 再把每个茄子切成三个小段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给它摆入粘屉里面 然后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放入锅中 水开后沾十分钟 把茄子蒸熟 看看十分钟的时间 像这样茄子就已经蒸熟了 把它夹出来摆入盘中 放置温热 再给它撕成小条状 摆放在盘子里面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接下来锅烧热 接下来锅烧热加一勺油 油热后把肉末倒进去 快速翻炒炒至肉末变色 再把葱蒜辣椒倒进去 继续翻炒出香味 然后把西红柿倒进去 快速翻炒 把西红柿炒软 炒出西红柿汁 我们可以一边翻炒 一边用铲子按压 这样更容易出汁 接着把料汁倒进去 翻炒使其入味 汤汁便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来浇在茄子上面 哇,好香呀 看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色香味既全的 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再撒上葱花 就这样 一盘简单又好吃的茄子肉末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肉末特有心 不像凉拌的一样 感觉一点食欲都没有 搭配上一碗米饭 真的是太下饭了 就算天天吃都不会觉得腻 每次做这道菜 我家米饭都要多煮一点 里面的汤汁可以用来泡饭 可美味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营养又健康 好吃还不上火 好了,今天的家常菜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